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在距离市中心东方大约6公里之外的季赫 以彻翼突破的方式进入帝祸一村 乌克兰军方高层透露 部队已经控制住这里 除了开始巩固此地的防线之外 乌军也继续扩大战线 同时击退多支俄罗斯守军 掌握季赫的控制权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基本取得战役的成功 来自乌克兰的消息也表示 目前部队正在此地集结更多兵力和弹药物资 算是哈尔科夫反击战以来 乌军取得的一次重要战果 多位军事观察家分析 乌军只要在忌赫站稳脚跟 将为俄军北方集团指挥官拉平 在沃尔昌斯克东翼防线带来一大威胁 尽管这是哈尔科夫反击战以来 乌克兰少有的一次胜利 不过专家表示 因为俄军北方战术集团大多是由新兵组成 比起乌克兰战斗经验丰富的主战部队来说 丢掉据点应该是在俄军的意料之中 尽管拉平手里面还有精锐的车程部队 及前瓦格纳佣兵 不过这两支擅长向战的部队 正在城区内和乌军近距离交战 难以抽身前往祭和支援 如果拉平想要夺回这个地区 最快也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把部署在后方的主力部队拉上前线 而不是继续派新兵作战 如果不做出改变 对俄军战局的发展 很有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性的挫败 尽管乌克兰部队在祭和取得一次不小的战果 然而西方军事专家也不忘提醒前线的作战单位 还是要特别留意俄军的战术变化 不排除拉平是在祭和设计了一个陷阱 刻意将战力还不成型的新兵当成诱饵 吸引乌克兰部队深入推进 等猎物自投罗网 再以空佣战力和无人机 投掷滑翔炸弹和杀伤性武器 对乌军精锐部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轰炸 来个毫不留情的一锅端 借以削弱乌军在沃尔昌斯克的能量 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战线外围 趁机扫荡后撤的乌军残部 重创部队士气 另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 当属对内刺客战线的军事进展 现在这里几乎成为俄乌两军交战热区 俨然是双方的主战场 在这里防守的乌军 为了支援北方哈尔科夫的反击战 大多都被抽掉了部分单位 整体防线的战力多少也受到影响 负责这条战线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指挥官 把战斗节奏掌握得恰如其分 当两军实力相近的时候 就以蚕食方式慢慢向前推进 等到乌军被抽掉部分单位 防守实力略逊一筹的时候 就派出空天军及远火部队狂轰滥炸 强行压制守军的反击能量 再触动机动性强的突击队 快速撕开防线 不断攻城越地 据称俄军第55山地旅 占领新波克罗夫斯克之后 又把目标锁定下一个据点 落沃塞里夫卡佩尔沙 而且加快了推进速度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第15魔木旅号称已经打下索克尔 目前有意兵分两路 分别攻击南面的沃塞获德 及北面的叶夫克诺夫卡 丝毫不给乌军任何喘息的机会 根据西方军事情报的资料研判 俄军在此加快脚步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趁着乌军东线防御薄弱之际 尽可能压缩守备部队的空间 并且切断各据点的重要补给线 让乌军得不到及时又有效的支援 其次是在乌军还没接收西方先进战机 尤其是F16之前 率先为夏季公式取得红军村的战略目标 打好基础 一旦占领这座交通运输和军需供应中心 即便乌克兰获得了F16 也无法在战场上发挥百分百的战力 尤其俄军还公布了一段作战画面 显示俄军防空及援火部队 正在有计划的破坏乌克兰的军用机场 不但摧毁或机伤多架 乌克兰米格29级苏-27等现役军机之外 就连为数不多的米8直升机也不放过 只要瘫痪了乌克兰的重要军用机场 西方援助的F16就将无法部署在前线 而是要从更远的基地起飞 那么对地面部队及空防的保护将会大打折扣 乌克兰好不容易才判来F16战机 但是国会议员乌斯蒂娃娶在这个时候放炮 批评美国故意推延乌克兰F16战机飞官的培训工作 即便基辅曾向美方申请额外培训10名乌克兰飞官 却遭到华府拒绝 这将导致乌克兰空军要面临战机比飞官还要多的难题 而且对于美军教官以略带奉策的口吻表示 乌军飞官为了学习英文和练习飞行技术 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乌斯蒂诺娃也以笑话两次来回忆美军教官的亲面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F16战机飞官 必须要非常扎实地完成每个培训步骤 的确不是一蹴可及的速成品 和重量出演的恐怖 像是这样的长期的手机 以甲轮程型的系列 以路由无法认为 我们需要Fe盖的多的 分析 从此时我们开始训练达 我们就在其他程度训练到 转接的项目 或者比如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在一切社会 或是提供更多的平均 那些能够抑制海洋的超越性 正在北韩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针对欧美援助乌克兰先进战机 或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禁令 允许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西方阵营 再次提出强硬措辞 警告美国及北约成员国正式俄罗斯的声明 要反制西方的手段有很多 除了加强与北韩的合作之外 正在举行的第二阶段战术核舞演习 也会是俄罗斯的选项之一 而且这项演习不仅限于地面及空中 也包括从北冰洋延伸到黑海的海上操演 3 2 1 普京强烟的态度 以行动向西方表明俄罗斯的立场 而且要乌克兰照单全收俄罗斯提出来的 和谈条件 双方才有机会达成停火共事 不过这对乌克兰来说 普京的精打细算根本是天方夜谭 泽林斯基也强调 日圣和平峰会过后 全球多国已经在前所未有的团结中 为了乌克兰的和平与安全向前迈进 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中 不过乌克兰已经在现代战争中 创造出许多奇迹 尤其是无人载具的运用更是成果丰硕 目前新一代的无人机 还有能力直接摧毁俄军的柳叶刀 就算俄军拥有比乌军更为先进的装备 但是乌克兰的创新精神与能力 足以让入侵者为战争付出必然的代价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